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藍屏 就是你看到藍屏這個問題 哇賽,真的是搞不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藍屏 那為什麼會Windows藍屏呢?其實有非常非常多原因 那我最近CPU燒毀了,就在這裡 Hi, my name is Kevin Wo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藍屏 那我Windows Hi, my name is Kevin Won,今天要來分享Windows藍屏 Hi, my name is Kevin Wo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藍屏 就是藍色畫面一出來,你就會真的哇賽,真的是頭痛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電腦出事情還是軟體出事情還是硬體 Hi, my name is Kevin Wo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Windows藍屏 那我前陣子因為CPU燒毀了這個9920,兩萬多塊的CPU 就因為水冷磅譜故障 那我換了一個新的CPU,結果陸陸續續就出現了一大堆藍屏 那我就把它全部都把它記下來,就開 像是什麼 像是什麼 那我自己最常出現的像是什麼 那我最常出現的可能像是什麼 那我問 那各式各樣的問題,那我最常出現的可能像是IRQR Hi, my name is Kevin Wo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那Windows只要出現藍屏,你就是這樣 然後腦袋一塊炸開來就 哇賽,不管是硬體還是軟體 你很難去瞬間知道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到底是軟體出現問題呢 還是硬體可能讀寫啊 還是哪裡發生的問題 Hi, my name is Kevin Won,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Windows藍屏 那Windows 那Windows每次出現藍屏的時候都要瞬間這樣子閃過一下 然後你就要趕快去記起來 這上面到底在寫什麼 那其實我們待會兒會跟大家分享一個工具 可以讓你比較清楚簡單的方式可以看到 到底是什麼軟體造成你的藍屏 反正你每次藍屏啊 不知道到底是軟體還是硬體有問題 那真的是很難去排除錯誤 那我就把所有 我這陣子因為CPU燒毀了 我把我的i9處理器 2萬多塊的處理器燒毀了 真的是還蠻GG的 反正CPU燒毀 換了新的處理器之後 因為我沒有重灌Windows 所以整個就是一直出現藍屏 那我每一次出現藍屏 我就把它記下來 到底那個藍屏到底寫了什麼東西 那我就查一下 最常出現的可能是 IRQL Not Less or Equal 或者是什麼K Mode 什麼鬼的 那 或者什麼Huin 或者什麼WHEA Encore 還有什麼WHEA Encorectable Error 還有什麼WHEA Encorectable Error 或是什麼Memory 什麼什麼鬼的 反正一大堆問題 還有什麼Memory 什麼什麼鬼的 還有什麼Security Check Failure之類的各種問題 都出現 那我覺得最大的 我們可以把我們的藍屏 分成幾個比較大的方向去解決這些問題 第一個 你就可以直接重灌你的Windows 我覺得問題會解決一堆 因為我舊的處理器 然後我換了新 WHEA 反正它壞掉了 沒關係 反正這個舊的處理器 換了新的處理器 我沒有重灌 那真的是Windows 就出現很多什麼像是Driver 那個 驅動程式的問題 就是驅動程式會有很多問題 那你就直接重灌吧 那重灌Windows之後 那重灌Windows之後呢 那重灌Windows之後呢 如果還是一直出現藍屏 那就是你不管是你在做 那如果 那如果你Windows重灌完 整個BIOS重新設置 然後結果進去Windows還是一直藍屏 那我覺得很大的問題 就是你記憶體有問題 那你記憶體要嘛就是拔掉 就是剩一根 或者是你換新的記憶體 試試看 那問題 理論上就解決一大半了 那如果Windows 那Windows重灌完 那你還是一直出現藍屏的話 那另外一個解決方式 大概的方向就是 你去檢查你記憶體 那記憶體你可以先拔掉 只剩最後一根 你就可以確定說 那到底是不是記憶體的問題 那Windows重灌之後 結果還是一直 那Windows重灌 然後你BIOS重新設定之後 結果還是一直出現藍屏 那還有一個很大的方向 就是我解決的 那Windows重灌之後 然後BIOS也重新設定 之後 還是很多藍屏出現 那Windows都重灌了 然後BIOS也重新設定 記憶體的問題 你可以先把其他的記憶體拔掉 然後只剩最後一根 那確定說 是不是記憶體的問題 或者是你去換新的記憶體 看看記憶體有沒有問題 因為我就是 記憶體應該是有問題 或者是那個插槽 可能有髒掉啊 還是幹嘛 還是你沒插好 或是你超頻 那Windows重灌之後 你還是 那Windows重灌之後 你還是 那Windows重灌之後 你還是遇到非常多奇怪的藍屏出現 那另外一個解決的方向 就是找記憶體的部分 那記憶體 你可以先把很多根的記憶體拔掉 只剩最後一根 就一根啊 一個插槽 這樣子解決 那Windows重灌之後 結果還是發現很多很多的藍屏 那我另外一個方向 就是去查 它的記憶體的部分 因為還蠻多的藍屏出現 就是可能是記憶體 或是硬碟的 什麼驅動程式相關 那我就去檢查記憶體 那這個方向還蠻有用的 就是記憶體 好像是沒有插好 還是怎麼樣 就常常會出現 藍屏的問題 What the heck Jesus Christ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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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试图中, 试图中, 试图中,